认真攻略从不露球 大家好,我是刘里 这一期视频为各位带来的是 死灵法师的拉斯玛大军玩法 这是一个呢,我建议你在赛季 开荒完毕再凑的打法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 暴雪在三四赛季斩断了死灵跟卡拉之间的连接 我指的是移除了喝药可能获取的强能圣坛 在失去了这个高概率获取的50%冷却之后 拉斯玛大军从输出和机动性上面都遭到了极大的影响 刘里的赛季1800巅峰的死灵呢 在速刷的时候只能做到3-4分钟130层 如果我要打进2分钟左右 那么我的速刷得降到123层左右了 如果我换船长配置的话 可以打高3-5层 但这样一来坚然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不过呢这一套装本身的倍率是没有被砍的 刚凑齐一样可以2-3分钟速刷115就是了 而且打法本身和其他的死灵打法区别是很大的 杀王基本上都是1-2个大军就秒掉了 不会跟星星打法一样 你进度3分钟打boss要2分钟 大军冲马桶的这个音效也是很让人上头的 那么在聊具体的构组之前 先说说拉斯玛大军这个玩法的一些重点内容 我们说整体的构组是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靠扑虫刷大军的冷却 然后依靠王者大军输出的玩法 而想要获得最高的伤害 我们每次大秘境开始的时候都得重新集结部队 也就是先用大军打死怪物 产生尸体复活他们来增加我们套装的倍率 而由于套装的减伤也是需要宠物攻击叠的 所以在刚刚进门第一波的时候 也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 每次进入大秘境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然后寻找小怪 先用骷髅指向他们 再叠一下红吸释放大军制造尸体 重新集结部队结束附身了十具尸体 之后我们的减伤也就跌的差不多了 这之后呢就可以往前走找精英 然后重复号令骷髅 红吸 大军这样的循环操作了 这个打法跟三刀现在是很类似的 都是以打精英减球为主的玩法 而不同的是 我们这个大军的机制是更讨厌小怪的 因为死亡军团的这个一万两千的武器伤害 会在我们释放这一技能的时候呢 平均分配给所有被王者大军命中的目标 再加上墓葬稿 它本身也是一个对单体输出翻倍的传奇 这几个特效结合下来 就会导致我们高层的进度打起来特别难受 甚至可能会出现 打不死小怪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就没有伤害打不死怪的一个循环困境 不过你在刷底层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在大军可以秒杀小怪的陈述 我们可以靠击杀小怪 触发毒爆宝石来清场 被大军打死的小怪在触发毒爆之后 会产生大范围的伤害 不仅能让我们摆脱了对群乏力的问题 更是可以利用小怪来殴打霸王的精英 所以综合一下 拉斯马大军是一个很敏感的玩法 大家刚刚凑齐速刷的时候 最好从114层左右起步 慢慢往高开层 到自己两个王者大军 都没有办法效率解决精英的陈述为止 那这种陈述一般需要你三分钟左右通关 再高一点就会非常恶心了 不建议你提层了 那么接下来是具体的构筑时间了 根据巅峰等级的不同 留意这里有两套拉斯马大军的构筑 一套是我建议2000巅峰以下使用的 守护者拉斯马大军 另外一套是巅峰更高的时候 再使用的船长拉斯马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投个硬币来取用 没有硬币的朋友可以用点赞来代替 第一套守护者拉斯马中 我们需要自己装备 命运事约这个头盔 然后萃取希雷娜的羁绊护腕 之后我们装备五件拉斯马套装 两件守护者套装 配合萃取的皇家华戒 构成6加3的套装效果 武器方面选择带杰西斯刀盾套装 然后萃取木杖稿 首次方面则是项链带斯奎特 戒指带克里斯兵的审判和全能法戒 如果你觉得自己兼人压力很大 可以把全能换成团结 然后给随从也带团结和不死圣物 这一套玩法成型的话 需要我们面板有40%左右的冷却 这样子在大面镜里我们的冷却才能循环过来 第二套船长玩法就需要足够高的巅峰了 你最好全身有大半的远古装备 打完卡的山再玩 因为船长虽然给了我们额外20%的冷却 但它相比守护者给的兼人实在是太少了 两套玩法的兼人差距有40%左右 你巅峰越低 兼人差距就是越大的 而相比守护者玩法 船长版本只是换了一下额外的套装 我们选择腰带鞋子带船长套装 然后自己带拉斯马的头盔 凑齐5加2的套装效果 这样子就需要我们萃取大军的头盔 然后自己穿西雷纳的羁绊护腕了 至于其他的配置 两套玩法都是一样的 灵魂石都是选择头部带恐惧碎片 二级的特效选择智力或者远程减免 三级的特效选择火环或者技能减冷却暴击 武器位置我们都是选择痛楚经破的 二级的特性最好是物理元素伤害 三级的特性选择击杀怪物爆炸就好了 我们的红西它就是一个毒性技能 是可以触发迭层的 所以你不用刻意武器洗毒素伤害 琉璃这里洗毒伤就是为了组队使用的 传奇宝石方面 我建议你带困者和贼神 第三颗宝石从转煞觅食和勾玉中选 如果你觉得自己坚然压力很大 那就带转煞 坚然压力比较小 那你就带勾玉来加速循环 技能方面你参考屏幕中的这套就好了 而其中的雪破之力被动 可以自己换成其他喜欢的 装备辞序方面则可以参考屏幕中的这个表格 因为大部分的装备都需要洗冷却 所以我们的成型装备体能很少 如果你打船长玩法体能低于5000的话 最好从巅峰里把体能补充到5000 实战的操作在前面聊的差不多了 这里说最后的重点 咱们的武器套装要增伤 必须是骷髅亮起来 而护腕则会让大军被骷髅攻击的目标伤害翻倍 所以我们打的时候 骷髅是要勤快点按的 而且要优先锁定精英 我们实战的时候操作就是找精英 然后骷髅对着他们攻击 然后趁着精英和骷髅对拖的时候 红吸叠层 然后有大军按大军 有股价按股价就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琉璃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